美國紐約地鐵 這個月一號發生一起命案 有一名非裔男子 在在車廂內不斷朝乘客叫囂 被其他的乘客壓制 其他一名退伍軍人是以鎖喉的方式 導致他窒息死亡 曼哈頓地區檢察官十一號表示 這名退伍軍人 將會被以二級謀殺罪起訴 紐約市長亞當斯承諾 將會採取更多的措施 確保人們獲得所需要的幫助 我們要求 justice 呼喊口號 在地上噴漆 為死去的非裔男子喬丹尼利討公道 並且將手掌塗上紅色油漆 在人行道上按壓紅色掌印 示威民眾在曼哈頓地區 檢察官辦公室外 抗議日前一名地鐵乘客 在車廂中遭到壓制 導致最後窒息身亡的事件 事件發生在這個月一號 三十歲的尼利 因為在紐約地鐵車廂內 來回走動咆哮 遭到三人壓制 其中一名二十四歲陸戰隊退役軍人潘尼 用手臂勒住她的脖子 持續壓制數分鐘 另外兩人則壓住 尼利的手臂和肩膀 尼利極力掙扎後身體逐漸貪軟 失去意識 之後送醫仍宣告不治 事實上尼利在紐約小有名氣 經常在時報廣場 模仿麥可傑克森跳舞 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十一號表示 潘尼將被以二級謀殺罪起訴 尼約市長亞當斯承諾 將加派警力巡邏大眾運輸系統 亞當斯強調 尼利的死不該發生 這起事件也讓全美各地無家可歸者 與精神疾病患者問題 再度浮上檯面 根據CNN報導指出 尼利家人批評退伍軍人潘尼冷漠 要求將他監禁 潘尼的律師則表示 有信心免除任何對潘尼的不當指控 公司新聞這位人編譯